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的有关文章 文章介绍在过去三年里有数十家公司宣布抵制新疆棉花 有广盆报道称 该地区的维吾尔族人被拘留 监禁并强迫劳动 而这是中国旨在镇压北京认为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人口的残酷政策的结果 西方政府和公司随后作出反应 但是根据一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说法 抵制原因还有另外一个 那就是现在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叫做许秀中的年轻中国女性 文章介绍 在过去的两周里 这一位在堪培拉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工作的 中国出身的记者和研究员许秀中 成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网络抹黑和骚扰运动的目标 很多中国社交媒体账号指责他是抵制新疆事件的幕后黑手 诋毁许秀中的视频 尤其是当地宣传官员上传的视频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以及网络直播平台被播放了数百万次 被激怒的所谓爱国主义者称他是叛徒 荡妇并威胁要向他在中国的父母投毒 许秀中是当下事件的受害者 但是他的遭遇也是中国国家媒体以及其狂热的网络追随者 长达数年的广泛模式的一部分 文章回顾 在许秀中之前受害者包括香港民主抗议领袖 武汉的作家方方 纽约克的记者樊佳阳 还有华尔街日报最近所报道的文章中 所讲述的一位美国前驻中国外交官的妻子庄祖怡的故事 文章分析 在今天的中国一场民族主义怒火 所涉及的方面远比花钱雇人 张贴模仿北京路线的信息要复杂得多 政府已经掌握了影响人们真实情绪的技巧 可以让这些普通用户免费为他们进行满骂 很多时候这意味着要迎合中国心里的厌女症或大男子主义 这几乎可以保证更多的点击率 许多公鸡许秀中的视频和文章都试图抹黑他的个人生活 描绘所谓烂交和不良行为 网友们称许秀中是女汉奸 这实际上是源于一种所谓贞结和民族忠诚的落后概念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 女性经常成为这一种骚扰活动的目标 她们的性别成为批评焦点 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不管是此前的庄祖裔凡嘉阳 还是中国国内的许多女权活动家都曾经遭受过这种情况 对于网民来说 称一个女性是荡妇是最容易攻击其名誉的方式 文章引述耶鲁大学研究中国威权政治的教授马廷利的话说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已经知道如何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巧妙地调动人们的情绪 他们的做法是把这一种网上的抹黑信息包装得相当精致 对人们很有吸引力 他们已经想好了如何可以写出那种能够引起病毒式传播的帖子 并让人们真正想转发给他们的亲友 而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现在越来越难辨别什么是国家支持的 什么是自发的运动 包括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 在内有许多热门视频平台 已经成为草根民族主义者和国家媒体无缝快速合作的网络直播实验室 为更年轻的受众量身打造舆论宣传 文章追溯了许秀中的故事是如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讲述和歪曲的 而背后展示了一条曲折的传播途径 在这样的一条途径上抖音这样平台上的视频扮演了重要角色 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参与其中 而作者认为在新的移动时代 这就是一场大规模骚扰活动实际的演变过程 文章回忆到周四许秀中的中文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标签 在微博上的浏览量超过了八百万字 但是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开始的 这可以追溯到五个月前的骚扰模式中的第四波 也是最大的一波 根据跟踪中国最大搜索引擎搜索活动的百度指数 对许秀中的名字的兴趣 在之前三次浪潮中激增 两次分别是在2020年10月 还有一次是在今年二月 而对许秀中的关注以及抹黑在2020年三月即时就开始了 许秀中撰写了一位名为出售维吾尔族人的研究报告 详细地介绍了维吾尔族劳动力从新疆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各地工厂的情况 纽约时报以及CNN等媒体报道了这一份报告 许秀中的名字出现 而这一份报告进入了中国国家媒体的文章中 并导致了零星的来自社交媒体的攻击 但是事情在二零二零年十月四日出现了恶化 一个名为凡辰军的账号 同时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两个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段名为背叛祖国的堕落者的视频 在这两分钟的视频中 凡辰军将许秀中的发现定性为完全是编造的 还斥责澳大利亚媒体给他的关注 最后还说了一句像是威胁许秀中的话 一个可耻的人生在等待你 乍一看凡辰军的账号并没有直接与中国国家挂钩 他被贴上了独立媒体的标签 名字听起来也很博学 翻译过来就是凡间的君子 但是事实上根据西南城市重庆当地法院在二0二0年十月的一篇帖子 凡辰军的账号实际上是由在重庆某监狱工作的第一级宣传员陆阳操作的 凡辰军在平台上的粉丝加起来超过千万 社交媒体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地方背景账号 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账号排名 仅在二0二一年二月凡辰军就在快手上发布了二百九十二条视频 获得了超过三点九一亿次的浏览量 成为中国整个法务系统运营的第六大快手账号 甚至超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其他国家级机构 现在凡辰军有关于许修中的视频在快手上有一千九百万次点击 文章认为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 虚假信息是由社交媒体付费发帖的人推动的所谓的五毛 但是近年来那种尴尬的信息已经越来越多的被无偿的草根用户所取代 他们普遍真的相信自己所写的东西 研究人员告诉媒体 在中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背景 就是庞大的人力资本基础 爱国用户会非常愿意在这些事情上留言 很多时候爱国者只需要来自上面的一个信号 文章介绍二0二0年七月 在中国政府下令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 时任美国领事的妻子庄祖裔 在社交媒体上经历了几个月的骚扰 骚扰活动有始于国家背景的媒体发出的信号 比如环球时报观察者等等 二0二0年七月二十五日 有一个国家媒体在微信上转发了一篇来自其热门读者论坛的文章 文章引用了庄祖裔的社交媒体帖子 说他这个人充满了恶意 而这个文章又被包括司马南等所谓爱国者账号放大 当国家媒体发布的帖子接触到普通用户 并激发了他们表达自己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时 用户又产生了内容 反过来给国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所谓真实素材 国家可以从中选择放大的内容 这就使得中国的宣传变成了一个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每个人都在喂食其他人 专家表示这一些所谓爱国者的情感是真实的 但是并不总是基于事实 而庄祖怡本人一直怀疑国家直接参与了他的事情 他说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七零霸凌事件 骚扰的规模太大 频率太持续 不可能是自发的 如果不是国家介入也不会到了这种程度 而庄祖怡的律师后来给腾讯和新浪发了律师函 腾讯只删除了几篇文章作为例子 其余的文章没有做任何处理 而新浪则根本没有做任何回应 那么国家这样做的目标是什么呢 文章分析首先在中国内部国家希望保持其所谓爱国信徒的热情和战斗准备 同时继续向他们灌输一种固定的叙事 也就是作为一个所谓真正爱国的中国人 你到底要需要做什么 其次这样的骚扰霸凌运动的巨大规模 旨在压倒那些敢于发表反对国家言论的人 从而阻止其他人在未来这样做 庄祖怡对媒体说 现在他们的面具摘掉了我也没有任何保留了 扳回美国意味着他不用担心孩子的安全 他说我可以为我所相信的东西说话 在四月一日的时候 徐秋中写了一条推特文章 概述他近年来受到的种种骚扰 他说如果不是党用他们的宣传放大器称我为女魔头 我绝不会尝试用中文写任何东西 是他们把我推到了这一步 而几天后 徐秋中说有家人建议他改名 当时他的名字已经和社交媒体上几乎所有的中文脏话搭配在一起 但是徐秋中的做法是在推特的资料上加毁了他的中文名字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阿里巴巴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处以相当于二十八亿美元的罚款 折寸人民币超过一百八十二亿 原因是该公司在其电子商务平台上滥用对竞争对手和商家的优势地位 这是中国创纪录的处罚 而这也是对该公司创始人马云商业帝国审查浪潮中所发生的最新一级事件 此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 阿里对于某些既在阿里巴巴上销售商品 又在竞争对手平台上销售商品的商家进行了处罚 所谓的二选一 而他们表示作为处罚的一部分 监管将要求阿里巴巴对其运营进行全面整改 并在未来三年内提交一份自查合规报告 监管补充说一百八十二亿人民币的罚款 相当于公司国内年销售额的百分之四 根据中国的规定反垄断罚款的上限是公司年销售额的百分之十 监管还说阿里的商业行为限制了竞争 影响了创新侵犯商家权益 还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而随后阿里方面则说阿里巴巴诚恳接受处罚 并将确保其遵守决心 为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阿里巴巴将以最大的努力依法经营 继续加强合规体系建设以创新求发展 华尔街日报介绍 在截止二零二零年三月的最近一个财年中 阿里的营收是七百二十亿美元 其被征收的反垄断罚款绝对值超过了中国监管部门此前的处罚 二零一五年高通在对涉嫌违反中国反垄断法行为 进行为期一年的调查后 支付了九点七五亿美元的罚款 相当于国内销售额的百分之八 而华尔街日报在此前三月曾有报道表示 监管机构考虑对阿里巴巴进行超过对当年高通所征收的罚款 以惩罚他们的反竞争行为 根据共产党的期间报纸人民日报 在评论监管部门声明时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说 监管部门对阿里巴巴集团的处罚是为了规范公司的发展 使其走上正确的道路 进化行业有力的保护市场的公平竞争 同时还说罚款也是一种爱 人民日报文章还说 罚款并不是要否认平台经济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 也不是要表明国家对其发展的支持有所改变 中国最高监管机构对阿里巴巴发起反垄断调查后 不到四个月就宣布了这样的处罚 重点是供应商声称阿里巴巴向他们施压 要求他们在其电商平台上独家销售 这是迄今为止对公司最严厉的斥责 不过也消除了公司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 专家表示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钱 但是不会阻碍他们的发展 在马云批评了监管限制阻碍创新 激怒了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政府官员后 阿里受到了监管审查 而马云的言论也使得当时备受期待的阿里 以及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募股受阻 自从调查公布以来 阿里方面已经做出了和解姿态 比如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对内部业务进行审查 并表示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而专家认为这一次处罚标志着中国政府在试图限制该国互联网巨头的市场力量方面所取得的一个实质性的胜利 而专家认为百分之四还是一个折中的数字 考虑到阿里做法所做成的损害 以及此前不愿意合作的态度 监管机构本可以证明更高的数字是合理的 虽然罚款数额巨大 但是政府对阿里的处理方式与对蚂蚁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后者已经被勒令转型为一家由中国央行监管的金融控股公司 这一次重组可能会大幅削减蚂蚁的收入和利润增长 在被取消之前其IPO曾被预计为全球最大 根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 中国官员表示中国政府不愿意对阿里巴巴下手太重 阿里仍然是中国科技行业的支柱 在消费者中非常受欢迎 但是希望他可以与马云脱离关系 华尔街日报引述专家观点认为 阿里巴巴未来的新的明确路线 应该让一些投资者松了一口气 但问题是他们现在是否还会从阿里巴巴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 进行这样的监管呢 阿里巴巴在周六的一封公开信中 感谢客户商家和投资者的耐心 信中当时说 当今社会对平台公司有了新的期待 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而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呼吁两国为仪式为鉴 解决今天的争端 显然是为了给两国日益紧张的关系降温 崔天凯在周六在纪念中美之间举行的一系列乒乓球比赛的演讲中说 双方应该发扬乒乓外交精神 求同存异 这为一九七二年尼克松总统当时访问北京铺平了道路 崔天凯在中美乒乓外交五十周年上海纪念活动开幕式上表示 五十年前我们之间的分歧远远大于今天 但是双方牢记人民的根本福祉和共同愿望 对分歧表示尊重 崔天凯还特别赞扬了老一辈人领导的外交 他说这是以小球动大球 呼吁双方在疫情应对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当今问题上加强合作 崔天凯说面对多样的全球挑战 中美两国可以也应该在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领域开展合作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台湾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台湾方面仲裁计划在本月晚些时候在南中国海东沙群岛举行实弹演习 为中国大陆军队可能发动的攻击做准备 有报道称解放军已经派出无人机收集有关于台北控制小岛的情报 观察人士说这些演习再加上台湾的海岸警卫队最近威胁要击落任何在东沙上空发现的人民解放区无人机 很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台湾海岸警卫队表示反登陆演习将涉及使用坚扛式发射的凯斯催尔回舰 将有两次实弹演习一次在四月二十五日 一次在五月五日我们已经向相关机构发出通知 要求他们提醒渔民和飞机远离射击区 台湾海岸警卫队管理局的一位官员在周五这样表示 他同时说演习将在这两天上午八点到晚上九点进行 演习区域半径为八海里高度可达一万两千英尺 东沙群岛又称普拉塔斯群岛位于台湾港口城市高雄西南四百五十公里处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军方消息是说 海军陆战队第九十九旅的部队将与驻扎在岛上的海岸警卫队军官一起参加演习 除了测试现有的一百二十毫米排击炮 四十毫米火炮还有二十毫米加农炮等武器外 驻扎在东沙的部队还将试射用于击退两栖登陆舰和任何海上攻击的凯斯崔尔会火箭弹 这种火箭弹的射程十四百米可以安装弹头 能够击穿五百毫米厚的坦克表面或者十三十厘米厚的混凝土墙 而在最新的预算报告中 负责监督海岸警卫队管理局的海洋事务委员会要求提供资金 以便在东沙再部署一百六十四艘驾驶 当被问及如果解放军无人机接近小岛 海岸警卫队将如何应对时 委员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果无人机进入我们的领空 我们会按规则处理 需要开火的时候就会开火 随着台北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有人猜测解放军可能会试图夺取东沙全岛 北京一直宣称台湾世界领土的一部分 过去一年来几乎每天都拍战机进入该岛西南防空识别区 并在附近上演战争游戏 北京还对台北与华盛顿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感到不满 包括台美所签署的海岸警卫队合作协议 而专家表示地区的紧张局势 变得越来越明显 随着华盛顿和北京都向台湾和南海附近海域派出航母群 局势已经高度紧张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二零零八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水上运动中心 叫做水立方现在改建成了冰立方 准备在明年二月举办二零二二年冬奥会的冰湖比赛 而同时二零零八年开幕式田径足球赛场所使用的鸟巢体育场 作为一个冬季主题公园将继续存在 里面有滑雪场还有企鹅和北极熊的冰雕 但是虽然北京重新利用了几个标志性的奥运场馆 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同时举办冬奥会和夏奥会的城市 但是两个高度政治化的事件却发生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二零零八年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意在肇事和谐与共同繁荣 而二零二二年冬奥会的口号是在纯洁冰雪上宽聚 传递的是相对平淡的政治信息 早在二零零八年 中国就担心其作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出局会引发恐慌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因此当时想传递的信息是崛起将是和平的 为了加强这个说法 国家领导人给北京进行了数十亿美元的整容 让首都对于游客更加友好 包括拆除整个街区 强迫数千居民搬迁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突出北京古老文明的辉煌 并转移人们对于北京现代革命时代的注意力 这个史无前例改造的核心是一个巨大的新的南北连接线 将首都的中轴线转移到紫津城 而不是沿着毛泽东还有他继任者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 这一次大修几乎完全由西方建筑师完成 反映了西方人的品位 这些设计师利用自然真实的和象征性的自然 来创造舒适的空间 奥运场馆周围冒出森林 柔化了周围的建筑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 英国工程公司奥亚纳将主体育场用钢格包住起来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舒适的鸟巢 而那里奢华的开幕式则讲述了中国的历史 却跳过了毛泽东时期的暴力动荡 正如纽约时报在当时报道有关于开幕仪式中所写的那样 整个活动的目的是别担心我们没有恶意 我们没有恶意 事实上在北京举行夏季到冬季奥运会的历史 也是中国对世界的态度从恭敬到一路摇摆到反抗的历史 这一次这个国家已经全部放弃了被自己的崛起做糖衣炮弹的尝试 毛泽东的感觉在习近平时代卷土重来 革命往事被传送 政权骄傲的专制 其领导人推卸西方的责难 他们在香港压制公民自由 在居留营里填满了一百多万 主要是穆斯林的北沃尔族人 西方是不是会因为美国政府所说的种族灭绝 而试图抵制二零二二年奥运会呢 本周拜登政府放出了抵制的暗示 然后又很快收回 二零八年奥运会前也有类似的传言 与中国在达尔夫尔屠杀期间 对于苏丹政府的支持有关 但最后全世界都来了 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参加了开幕式演出 人权观察组织的观察员告诉纽约时报的专门作家 基斯道 除了抵制之外还有很多功绩 这一次抵制二零二二年奥运会的尝试也有可能会炮当 事实上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远离奥运会是最明智的做法 世界的注意力正在转向北京 而对习近平任内中国最大一个压力点可能就是冬奥会 参议员罗姆尼此前提议对冬奥会进行经济和外交抵制 也就是运动员参加 但是美国企业和政客远离 不过任何抵制冬奥会的工资都可以被预期冻结在中国市场之外 外交部发言人警告任何抵制行动都会遭遇中国强有力的回应 中国似乎没有心情妥协 北京的政治已经发生了变化 城市的建筑也发生了变化 习近平已经表明他无法忍受二零零八年前后兴起的西方风格的建筑 称他们怪异不再有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分析人士表示随着菲律宾的愤怒情绪有所增加 以及美国又发出了支持东南亚盟友的信号 马尼拉和北京之间就中国船只在南海一个有争议的礁石上 存在数周之久的争吵可能会升级 北京方面坚称那里的是渔船是为了躲避恶劣天气 而且没有计划永久停在那里 但是菲律宾外长却警告表示 马尼拉每天都会提出外交抗议 直到最后一艘船离开 就像现在那样 如果他们真的是在捕鱼的话 菲律宾方面在三月初的报告中说 有二百多艘中国船只在礁石附近 在上周表示尽管天气良好 但是中国海上民兵四十四艘船仍然停在那里 而在上周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菲律宾外长的通话中 对于中国船只的结局表示担忧 并重申了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的互防条约适用于南海 同日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与美国马金岛两栖准备群 在北京主张的争议海域展开了联合行动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五敦促美方停止挑起争吵 挑拨离间 并表示对于局势各方一直保持沟通 分析人士认为在南海争端中 菲律宾对北京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 菲律宾国防部长和该国的外交部都与中国驻马尼拉大使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 紧张局势的加剧也使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推动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努力复杂化 也考验着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如何反击北京在南海的战略 而专家表示这起事件曝露了菲律宾政府内部的断层 杜特尔特努力避免升级以保持对中国的枢纽关系 而国防机构则愤愤不平 在这样的问题上菲律宾政府批评北京完全无视国际海洋法的行为令人震惊 但是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则采取了更加柔和的态度 说要通过外交渠道和和平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 专家表示我们清楚地看到国防部以及包括军方在内菲律宾更广泛的机构都感到非常的愤怒 他们还在从二零零九年的事件中挣扎 这样的事件曾经激发菲律宾的反华情绪 现在这种情绪仍然导致有些机构对中国持压倒性的负面态度 所以有这样的一支美国训练的军队和更广泛的菲律宾国防机构对于菲律宾外交政策的方向表示不满 而争端发生之际 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就起访问部队协定的未来进行辩论 协定是一项有二十年历史的安排允许美国在菲律宾部署部队 杜特尔特要求美国将对马尼拉的援助增加四倍以维持协定 专家表示有人担心在中国积极利用民兵部队恐吓其他国家 并限制补给的时候 中国也正在利用美非同盟的空隙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于中国的新的海岸警卫法 法案允许船只使用武力为维护其海上主张 专家认为中国在南海战略方面已经完全进入了灰色地带 将保持多久或者中国能否保持在灰色地带的范围内将是未知的问题 这不可避免地会渗入到更广泛的讨论中 也就是拜登在南海的政策是什么 以及拜登政府如何协调有效的应对措施 专家表示马尼拉可以用尽外交机制来表达对问题的态度 或者是测试其余北京就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的效用 专家分析除了抗疫之外 菲律宾的海上资产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要有必要就会在地区请停留 以监督中国的活动并维护菲律宾的权益 而中国方面的专家则说到目前为止 中国在礁石问题上相当克制 并表示这不会对双边关系产生持续影响 中国外交部已经表达得很清楚 船不可能不走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学者表示中共官员在涉及积极党务的事务决策中 不应该过度依赖大数据而要注重人的因素 上海华农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 在本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 虽然大数据在经济超速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负责党建的干部不应该被数据迷思所迷惑 他表示城乡党员之间存在着数字鸿沟 干部应该意识到生活在农村的党员和所谓的数字文盲 对于大数据的使用有限 中国领导人将发展技术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 并越来越多的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工具来加强公共治理 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报告中表示 近三分之一的党员年龄在六十一岁以上 考虑到我们相当多的老党员对于数据的了解和技能有限 如果连基本的智能数字设备都没有 不具备上网的条件 在党建工作中单纯依靠大数据平台 就会忽视这部分党员 报告还说更重要的是这些老党员因为经济或者是健康原因 更需要党的关怀和支持 如果不统计他们的人数 不将他们的需求放在内 我们的党建工作将无法完成 而他还表示党员官员在做决策时需要注意人的因素 如果沉迷于数据分析往往会牺牲掉这些因素 报告还说在有关于数据迷思的影响下 使用海量数据和分析工具的客观性 往往被认为优于主观的人类决策 过度以来大数据分析的决策将有可能混同于数据分析的支持作用 即使是在拥抱大数据和相关工具的同时 也应该避免放弃公共决策的价值和理性 他同时表示由于数据往往掌握在大型科技公司手中 这进一步让数字化的弱势群体处于不利地位 技术傲慢还有对利润的追求会产生数据垄断 偏离了利用大数据进行党建的初衷 而专家认为对于老党员来说掌握新技术的确是挑战 大数据应用到党建中是比较新的 老党员确实存在数据断层问题 他们不会使用这些新的应用 这些问题需要解决 而专家还说高层的决策必须要迅速传播到基层 党员必须要响应 双方可以通过交流互动 这在以前很难做到 数字安全其实是共产党发展的最大威胁 它面临着类似于依赖数字平台提供商企业的安全风险 但是专家也补充表示 在反对数字垄断时 最担心的仍然是数字平台的提供商是否忠诚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经济和科技相关的消息 根据德国媒体四月十日引述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的报道 欧盟已建议和美国相互暂停向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入口货品加征关税的期限 为期六个月 美国和欧盟在三月已经同意一项为期四个月的协定 期间美国停止对七十五亿美元的欧盟货品征收所有关税 而同时欧盟也停止向四十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所有关税 此前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的提议是超出三月的协定 提议也是向美国表示 欧盟正希望在飞机补贴的纷争中与美国达成和解 根据德国媒体明镜周刊的报道 欧盟已提出暂停所有相互实施的关税六个月 以便达成经过谈判的解决方案 相关人士表示 这将为大西洋两岸的行业和工人创造必须的喘息空间 再为您关注的是科技企业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 正秘密向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目标是四月前完成地坚 最快七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渴望成为近年来中期在美规模最大的IPO 在川普政府时期 在美股上市的中国瑞幸咖啡公司爆发了财务造假事件 而此后美方对于上市中期的监管以及IPO审查更加严格 而滴滴是否能顺利上市被认为是关键指标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新浪财经的报道 在这一项IPO中 滴滴出行被评估的整体估值 大概是在七百亿到一千亿美元之间 而滴滴出行正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缴交IPO相关文件 并以委托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为这一次IPO的承销商 滴滴出行方面希望藉由这一次IPO募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向美国方面申请IPO的同时 滴滴出行也正在向银行团寻求规模高达十五亿美元的债务融资 滴滴出行不知是向哪些中国或外国银行取得金额债务融资 而滴滴出行截止尚未回应此事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独家报道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预计将于下周前往中国 在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加深的情况下 试图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更紧密合作的领域 这显示透露克里预计将前往上海与中国官员会面 此行是中美高级外交官在阿拉斯加面对面会晤 以抨击和侮辱告终后不到一个月 也将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正式首次访华 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现在没有任何要宣布的行程 而外交部没有回应有关此次可能访问的问题 文章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 克里计划与中国气候特使谢震华会面 而这样的会面现在仍有可能被取消 国务院表示克里和谢震华已经开始讨论 此行凸显了拜登政府与中国合作 同时也与中国竞争的努力 双方在争夺全球影响力的同时 在人权贸易和安全方面发生冲突 克里此前多次表示 全球气候危机应该被单独处理 并将其描述成为一个关键的独立问题 需要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共同努力 在四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 美国主办的为期两天的虚拟地球日峰会之前 此行将是克里亚洲型的一部分 途经印度阿联酋和孟加拉国 上周克里在印度表示 他有希望但是没有足够的信心 指望中国合作 他告诉今日印度 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来做这件事 拜登总统说的是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会有分歧 我们不能成为所有这些分歧的囚徒 我们必须在气候问题上合作 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本月早些时候则表示 北京收到了地球日峰会的邀请 现在正在研究 在没有提及美国的情况下 华春莹说北京要继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合作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美中利益 可能重叠的少数领域之一 这提出了重启川普政府期间中断谈判的可能性 川普政府将美国从巴黎气候协定中撤出 现在已经被拜登总统推翻 他试图将美国定位为限制气候变化的领导者 而在去年九月中国宣布其目标是到二零六零年实现碳中和 继三月中美官员在安克雷吉举行了有争议的会议之后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表示 双方决定成立气候变化工作组 还有其他具体的措施 但是当时美国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 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这一点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陷入北京那种 可能或不可能产生结果的正式化会议的风格 因为这些会议往往是无效的 外交官表示这些事情对于美方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这都是程序没有实质内容 中国人喜欢把程序作为一种束缚美国的途径 给人造成一种印象 也就是双方的关系比实际情况更友好 克里在担任国务卿的这些年里倡导个人外交 曾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与外国官员面对面的会谈 寻求建立共识 而在今年二月中国生态环境部表示 谢振华的正式职称已经更名为中国气候特使 此举被视为对于克里任命的回应 二零零七年到二零一八年 谢振华担任中国气候代表团团长 而这段时间期内 他与当时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国务卿的克里合作 专家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排放国 他们在合作与否上并没有更多选项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时政相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新京报的消息 山西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 在四月九日官宣被查后 当晚山西省公安厅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 由山西省委书记楼阳生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根据官方通报 楼阳生强调要引以为戒 警钟长鸣 守土尽责 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等 还说要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在这一次讲话中楼阳生特别强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刘新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调查 再次彰显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定不移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还有反腐败斗争对违法违纪采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而再提到接下来的要求是楼阳生强调 首先是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第二是要保持军心稳定 第三是要抓好整顿 第四是要忠诚干净担当 他特别强调要加强领导加强职守凡事不过夜 加强调度小事不拖大 加强指挥凡事不能炸 还特别提到要守底线抓早抓小 确保绝不发生政治性事件 暴恐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等 他还特别说要对一切违法犯罪活动 一切违法犯罪分子露头就打 楼阳生最后强调 我省公安队伍主流是好的 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忠诚可靠的队伍 他还表示全省公安警官和广大干警是经得其考验的 关键时刻是能打胜仗的 不会辜负全省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而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观点文章 文章认为中美高层对话在阿拉斯加尘埃似乎已经落定 但是留在大多数人脑海中的想法并不是对话的实际成果 而是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卿布林肯之间的争吵和指责 这并不是人们之前所期待或者说是希望的 毕竟双方都是带着三点共同理解去参加对话的 首先这一次对话是为了跟进二月十日 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两个多小时的电话交谈 鉴于美方邀请中方到安克雷吉进行对话 毫无疑问是两位最高领导人在那一次初次电话交谈后 做出了这一次对话的决定 其次虽然中美竞争地位没有改变 但是双方都希望让竞争变得可控 这样两国政府一方面可以集中精力应对国内更紧迫的挑战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尽量减少双边关系 乃至整个世界事务中的不确定性 事实上杨洁篪和布林肯不远万里到安克雷吉 如果只是为了相互对峙 而不是探讨如何更好的处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激烈竞争的现状 以及更重要的在气候变化和扩散和台湾周边海域南海等动荡地区的危机管理机制上进行合作 那么会谈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第三双方已经对各自的优势和脆弱领域有了明确的认识 美国人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 中国的经济胁迫行为台湾海峡和南海问题上将进行猛烈的攻击 这并不超过杨洁篪和他的同行们的预期 布林肯以及他的同事们也确认 中国人可能会提出美国在处理疫情上的无能 因为根深蒂固的社会分裂而引发的骚乱 低迷的美国经济以及前总统川普鲁莽的单边主义 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信誉造成的损害 因此这样看来如果仅凭第一印象对话似乎是失败的 双方在阿拉斯加的特别知情中都没有拿出什么具体成果 而且反倒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最高外交官 在外交方面的尴尬一幕 但是作者写道对话并非失败 对于双方来讲当务之急不是要取得外交优势 而是要在国内给观众表演一场 在美国中国不仅成了政治正确的情语表 也成了个人信誉的情语表 整个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专制政府下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威胁 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而是因为用布林肯的话说他已经成为了唯一一个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的国家 可以严重挑战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 所有使世界按我们希望方式运作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都受到了中国的挑战 鉴于在国内的强烈反对 拜登政府根本无法在中国面前表现出丝毫的软弱 因为这将为其国内的政治对手提供实实在在的弹药 可能使得拜登和民主党人失去道德高地 而这正是他们赢得二零二二年中期选举 甚至二零二四年白宫本身所不可或缺的 毕竟川普支持者已经给拜登总统起了个绰号叫北京的桥 鉴于中国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 部分当然是由共产党的宣传所煽动的 部分也是由中国的迅速崛起所煽动的 中国的外交官同样不能在美国面前表现的软弱 特别是在与美国政府表现相比 他们在控制疫情方面取得相对成功时 此外川普政府的贸易战还有对中国的攻击 也不同程度的激怒了一些中国民众 尤其是在一九七八年到二零零五年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人 他们认为如果不能站出来对抗美国的霸凌行为 潜在的反弹可能会使一场现有的政策辩论发生转折 就像其他所有政治问题一样 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闭门分歧 也许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因此对话会上双方都是在给本国观众表演 这就是为什么当着世界媒体的面 布林肯把对中国的批评全部放在开场白中 而杨洁篪则以十六分钟反驳回应 责备美国人没有资格站在强势立场上与中国对话 这也是为什么布林肯和杨洁篪都叫住了离去的记者 要进行第二轮的狠话交锋 对于双方来说 真正重要的不是他们对面的人是否听到了这一些话 而是他们国内的受众 尤其是当权者 必须要清楚地看到双方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向对方屈服 这一切都揭示了中美竞争的本质 也就是对于美中双方来说 真正可怕的挑战来自内部而不是对方 而防止对方在竞争上占上风的最好办法 就是双方都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不是让对方变得更糟 而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疫苗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负责人表示 中国正在探索将不同的疫苗混合起来使用的方案 作为解决其现在疫苗疗效相对较低的问题 高福周六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国家正在研究两条路线以解决现有疫苗疗效不高的问题 第一条途径是调整剂量用药间隔或增加用药次数 第二种途径是混合使用不同技术的疫苗 目前中国方面还没有建议混合使用不同的疫苗 而卫生专家普遍认为混合使用不同的疫苗应该是安全的 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看看这样做是否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高福还表示中国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重新开放边境 以及之后是否保留强制佩戴口罩和检测的措施 同时表示中国方面正在加紧研究能够对抗这一种新疾病变种的疫苗 这是中国顶级科学家首次公开讨论中国疫苗相对低效的问题 而出席会议的疫苗专家表示 现在正在比较使用病毒死亡物质研发免疫系统灭活疫苗 还有使用再提的疫苗 以及使用先进基因技术的疫苗 这种新疾病的疫苗